哇 同學們你看威老師 哇 怎麼會這麼騷包啊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的股票漲停板亮燈亮燈亮燈 哇 太開心了 所以呢 我戴了這個 太陽眼鏡 戴了這個墨鏡 遮一下這個刺眼的 漲停板的亮燈啊 好 我們跟大家報告的這個新日新 以及我們今天啊 進場的一檔股票 通通出現了亮燈漲停板囉 台股現階段 來到了萬九之後啊 而且呢外資在上個禮拜五 期貨空單馬上認錯 空翻多 外資真的認錯了嗎 接下來的航行怎麼看 還有什麼股票值得做留意 都在今天的節目 告訴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威元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好 朋友 剛剛看到我們的預告片 你一定會覺得 威元老師啊 你恢復正常了 對不對 剛剛這個 太騷包了 不管怎麼樣我們是要表達 我們的開心的感覺 因為其實今天啊 大盤 大漲 創下了新高 來到了 19333 最高的位置到了19333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卡 各位投票你看來到19333.39 今天的大盤沒有極限 一路的幹嘛 往上做一個創高的格局 而且 特別是外資的 這個期貨空單 上個禮拜五我特別在這個節目當中跟各位講 外資翻空 不代表 一定要 跌 對不對還記得我跟各位講嗎 不代表 一定要跌 但是呢個股還是很會漲 果不其然 有沒有 我們早上跟大家報告的新日新 3376新日新 亮燈叮咚叮咚 漲停板囉 太棒了 太開心了 太happy了 太棒了 我跟各位講來 除了這個以外 6805的富士達 這個都是 折疊手機 股價 再度寫下了歷史新高 再度 刷新了歷史的天價 這個都是 我們在早上的節目特別特別跟所有的 投資好朋友 做報告 當然你一定會有疑問啊 威威老師你真的有事先來報告嗎 我跟大家來講一下 來 這個齁 這個真的假不了 假的啊 沒辦法騙你啊 投票你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節目當中 我特別講喔 你看 3376新日新 你看這個K線 還沒有噴出去對不對 第二根還沒有噴出去對不對 那你往下看 今天是不是噴出去 有沒有 今天早上 我中式 公開看好 馬上 飆到 漲停板 太棒了 因為今天其實在 台積電大漲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擔心什麼 哎呀擔心會不會是垃圾盤啊 哎呀只漲台積電啊 哎呀其他的不會去啊 擔心這樣 但是我跟各位講什麼 折疊機 它是一個非常 重大的什麼 重大的產業前行發展 而且今天新日新漲 它還有一個原因啊 在於什麼呢 它發這個什麼 發債啊 它要辦這個發債 要拭目嘛 發CB啊 而且重點什麼 RAM的人啊 可能是蘋果啊 20億嘛 發這個21的CB啊 所以市場上面 哇一陣幹嘛 哇很開心啊 很驚艷啊 Amazing啊 大廠 那你看富士達 我同時間也跟你講富士達 有沒有 6805的富士達 各位朋友這今天早上節目嘛 早上節目下午 穿一樣的應該正常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來 這今天早上嘛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什麼 6805的富士 投票你看誰比我認真啊 我一天是錄兩場耶 早上開盤前我錄一場 下午收盤後我又錄一場 因為我要給你不一樣的委員 我要給你不一樣的股票 我要給你不一樣的績效 我們都很認真啊 盤前你看 我都跟各位講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這佛心來的耶 我跟你講要注意富士達 對不對 漲到多少 漲到800塊 我們公開看好 馬上創歷史 新高大漲 3376的新日新各位 這更猛啊 攻到漲停板 所以說股票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 你要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股票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那現在股市的兩大變數是什麼 有兩個啦 有兩個 上半年叫做降息 下半年叫做川普 來我找一張這個 這個圖 更漂亮的給各位看 來 這張 這張更漂亮 這張 今年股市兩大變數 現在趁這半年 趕快賺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 今年喔 這個 這一路以來 法人買超股票都買得很急啊 你知道為什麼他都買得很急嗎 好像現在不買明天就買不到那種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下半年的變數是誰 是川普 他又要出來選總統 而且他現在的民調啊 如果我沒看錯的話是贏拜登的喔 好像贏個3%還是5%喔 那事情就大掉啊 如果川普給他幹嘛 重新啊 奪回政權啊 那狂人又來了 對不對 那事情又很大條啊 所以 法人 有去看到這一點嗎 所以當然在 美國總統11月選嘛 他在11月之前 幹嘛 趕快做賬 趕快賺錢啊 因為 等到川普 11月份選舉 因為他11月份前一定會講很多 大家想不到的話嘛 所以那個時候股市就容易震盪 容易突然下殺 容易突然擊殺 對不對 所以法人都看到啊 投信經理人都看到啊 他們一定會趁現在先賺 所以這個就能夠解釋 為什麼法人 近期 最近會買得這麼急 有這麼急嗎 對不對 一定要這麼 現在就馬上要賺嗎 對 你不趁現在賺 你就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 你等到川普來了 我跟你講 你頭就大了啦 你頭就大了 好不好 先跟各位講 所以股市兩大變數 上半年 下半年 都跟各位講 都跟各位講 那2月份 的營收表現 或是關鍵 因為其實你看現在是3月 4號嘛 今天是3月4號 所以 接下來的時間點 接下來的時間點 就是大家陸陸續續就是開2月份的營收啊 那也就是說 2月份營收開的漂亮的公司 他就有幹嘛 他就有機會續漲 他就有機會幹嘛 續標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股票操作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折股 一個是折死 那這個兩個對 威恩老師來講應該 對威恩老師來講應該完全沒問題啦 完全沒問題 你折股折死對不對 我們都會挑啊 標股我們都選給你啦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對不對 3376 對不對 2454 聯發科 這一路幹嘛 一路都是狂飆大漲啊 你看一下這股價 一路都狂飆大漲啊 我們也沒有在亂講 各位朋友對不對 一路狂飆大漲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我跟大家報告你現在要注意的什麼 重點是什麼 來我一直跟各位講過這首詩啦 金履一嘛 勸君莫襲金履一 勸君襲取少年事 花開堪則 直居則 莫待五花空則之 你要有行情的時候來嘛 你要花 花繁盛正開的時候來嘛 不是等到花 花洩了 對不對 對不對不是這個 有一首歌對不對 春去春回來 花些花會再開 對不對 你要等到那個時候嗎 對不對 周華健的嘛 這花心 你要等到那個時候嗎 不要吧 有機會的時候就趕快來賺啊 你說老師我明年再來 那你為什麼要現在 現在機會你要錯過呢 不要錯過 還有很大好的行情我都會證明給各位投資朋友看 還有很大的行情 來 就像這個 你看 神機 我公開看好是不是 公到漲天板 中心店我公開看好 也公到漲天板 而且今天早上 我還提醒你 神機小心拉回 這沒有哪個老師會這樣講 這麼佛心的啦 你看今天神機有沒有拉回 神機是拉回的喔 3005 今天是不是拉回 今天拉回 神機拉回 我跟你講為什麼它會拉回 早上節目就跟你講 我跟各位講什麼 因為 他是軍工加AI雙題材 所以 你有跟軍工有談到邊嘛 你看 這個尾巴戰爭 有點和緩的跡象出現 所以軍工股 就會拉回 你看 我早上就跟你講 所以我們早上節目你要看 早上節目你要看 你看 神機是不是就拉回 頭朋友對不對 神機是不是就拉回 對啊 我都跟各位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說 股票操作就兩件事情 折股跟折死 股票我跟你講可能神機 但是你可能幹嘛 你可能是今天去買 跟我們上個禮拜四買 完全不一樣啊 我們是賺漲停那你是可能吃 吃到跌6%7% 你才會委員我 委員你股票就沒準啊對不對 不是這樣講啊 我該提醒的我都提醒啊 你要賺最多屈曲避休你要成為我的會員 頭朋友對不對 對不對就像我們今天做了一檔股票 我們今天做了一檔股票中探針 馬上漲停啊 會員都知道啊 我們全體會員重視沉沉 馬上尻了就漲停了 對不對台積電供應鏈 對不對我們新加入的 這個 清代的會員 我們新加入的清代會員 他很快的 他發覺什麼 老師我選對人耶 你講的股票真的會動耶 他就很放心把他的 資金交給我 他資金有 大概4000多萬左右 他很放心把資金交給我 我們操盤師來幫他操盤 我們來帶他操作 對 不要講 除了中山正以外 你看連新日新 3376 來 3376 各位同學對不對 不要再漲停板 更不用說上個禮拜我們跟大家報告的滑行 有沒有今天連維新也有點漲喔 維新也幹嘛 創短線新高 2204中華車 是不是也創破爛新高 8069元泰 也創破爛新高 甚至什麼 3035的資源 慢慢的底部也反彈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之前因為太多的 好朋友一直跟我敲碗說維新老師你 維新老師你資源還是分析一下 我之前跟你講過我不分析 但是呢 你看我一分析他又漲上來 對不對 這就是影響力 所以我跟你講 他底下面打了這麼久 對不對打了這麼久 出現一個反彈很合理 也很正常 所以你現在要搞清 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現階段的大環境是什麼 大環境是偏多嗎 這我想是沒有任何任何的一個問題 好不好所以我才跟一直跟各位講什麼 來 第一步動作對了 你的獲利就來了 第一步動作對了就獲利來了 千百次的猶豫 比不上 一次的行動 比不上幹嘛 一次的行動 你就認認真真的行動一次 相信國瑜老師一次 我們一起來共創家機 對不然你自己做 現階段這個萬九的行情如果你是虧大錢 你沒有賺到錢 真的很可惜 錯過了這個 大好的 時機 這個行情 接下來 哪一年會再來 這個沒有人知道 很難講喔 可是今年 可以確定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行情跟轉機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過你要找什麼 股票一點名就動的分析師 不是找股票一點名都不會動每天都講你同一字每天都不會漲 那你有什麼用 你要找什麼一點名就會動代表我們 我們幹嘛我們夠專業 代表我們夠影響力 代表我們會員夠團結 一點名就漲停 所以我說 我能預判你的預判嗎 所以你股票時候不是在想說我想怎麼做 他想怎麼做不是 你要想的是法人在做什麼動作 法人想幹嘛 這才是重點 當你參透了法人 你當你參透了外資 他想做什麼的時候 後續的行情你才能夠幹嘛 你才能夠有幹嘛 正確的 選擇 正確的決定 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禮拜五的時候已經跟各位講過這個專案了 這個 功賀 華行 來劫神機 通通漲停 時間已經到了 我只是給你看一下 我沒有說再開放 時間已經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說話要算話 好不好 我們通到 關閉 不是人到手 通到 close 對不對 我們剛才 預告還戴這個墨鏡 對不對 掌停板 太多了 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說節目每天跟你講掌停板 那也沒有意義 我們是要真的帶領會員賺到錢 對不對 他很可惜已經關了 已經關了 因為我們說時間到早上9點 專案升級買一送一 回應很熱烈 感謝所有投資朋友的支持 感謝感謝 再感謝 真的感謝大家 願意相信溫老師把你的 手上的資金交給我 把你手上的股票交給我 很感謝大家 我會 珍惜所託 好不好 不負眾望 會帶領大家 賺大 現在的行情就是如此 那你怎麼掌握 投票你看 怎麼樣賺大錢 2454連發科 可不可以賺大錢 對不對 950到960買進 封關前你跟著我買 一張多少 165塊 波羅威 你看 2月16號買 95塊買進 後來我們先出一半嘛 然後呢今天是不是又噴出 來投票 3163 今天是不是又噴出 你看又噴出 我們95塊買在這裡 這邊買 衝到這裡100億的時候我們出一趟 出一半啦 出一半為什麼要出一半 利於不敗之地 這是一個很高竿的操作方式 但是我們不會像其他人一樣 永遠出一半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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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半 老師你念了幾遍 為了你念幾遍 你幫我算一下 你可以回放 我都算不出來 永遠都在出一半 沒有那種事情 我們講的是真真實實的操盤 我們講的是怎麼樣真槍實彈的賺錢 這是我們跟各位講嘛 你看波羅威也是啊你看這個 台積電光鮮的題材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嘛 然後呢1月31號 我送給大家的光通訊股票光盛 有沒有寫在這裡啊 光盛寫在這裡啊 已經不知道 到哪裡去了啦你看 對不對 從這裡耶 投票1月31號 在這裡耶拜託 真的真的拜託你看 漲多少 不是拜登喔是拜託啊 漲到這裡耶 真的是很誇張啊 好不好 對不對我們都跟各位講啊 那你現在我跟各位講 現在什麼 我剛才講嘛 上半年的 這個 股市的變數叫做降息 但是呢 現在是進入開始進入什麼 降息循環 那 降息我們就看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我們就看前一次 降息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從2019年的8月 到2022年的3月 漲了8439點 漲了82% 你看就這一波 這一波上漲 有沒有 漲了8000多點 當然你就說 喂啦現在 行情跟那個時候不一樣啊 那個時候8000多點 89000點 現在多了個1耶 1900耶 今天還到19333耶 對要跳科目3對不對 那我不會跳啦 我們去看 這個有點勉強我啊 我那個肢體沒那麼協調 唱歌OK啦 表演可以啊 跳舞不行啦 我先跟各位講 跳舞我要練一下 不太行 好不好 可能公視尾可以試試看 好啦開玩笑啦 好啦anyway不管啦 否則我跟各位講 你看嘛 加權指數現在越線 越線你看 這個降息威力有多大 很大啦 你不要以為不大 超大的啦 有沒有 超大的啦 你看 航級路往上飆 所以我就跟你講嘛 新日新今天早上我中 中視我公開看好 飆到漲停 飆高音 對不對 那個字太高了 不唱啦 太高了 好不好你看 中餐者有沒有 漲停板現買現賺 對不對 漲停板現買現賺 所以還有很多的股票啦 我說2月份營收會是關鍵啦 股票稍作就兩件事啊 折股跟折死 你要好好的 去做留意 所以我們在搜尋一些 股票給大家來看喔 比如說你看像這個 3390的續軟 今天稍微震盪拉 我覺得沒關係啦 可是短線上面機器有點拉高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講過 軸層都能夠這些軟板 軸層這個 做折類手機都能夠這樣V上來 做軟板也有機會 好不好像這個 建通也是 雖然震盪拉回 我覺得還好 那另外像6288的連加 有沒有 連加肩稍微拉回 他是接到這個 最近車用很多LED車燈的訂單 那我為什麼跟你講車用 因為中華車大漲 因為中華車創新高 我們才跟你聊一下車用 我們剛才講過誰 講過維新嘛 講過華晴啊 對不對 我們都事先預告啊 中興電 各位朋友對不對 中興電 然後呢 達新材料 這個今天往上創新高 對往上創新高 這股價表現也都非常的強勢啊 這個都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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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跟大家做預告 我們都先講到前面 甚至像這個8064的 東傑 這是跟台積電COAX相關的 因為台積電你注意看喔 台積電漲他都是靠什麼 用跳空的方式 也就是說他不太會盤中啊 大漲這種機會都比較低 他都是 開盤直接跳空大漲 然後開盤到收盤價格差不多 台積電的走法 邏輯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 懂得 接下來的行情啊 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那像我們 跟各位提過的 很多啦 像這個先進光 你看 這股價 維持一個這個高檔 我們跟各位講的建設 有沒有 真的到1000塊了 不是開玩笑 我跟你講他是千金股候選人 是不是真的就到1000塊 頭朋友對不對 就真的給你來到1000塊了 我們都事件預告啊 我們都講在前面 所以很多的股票 甚至像這個 有沒有見準啊 稍微拉回 可是anyway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雙紅創高啦 雙紅創高所以見準應該 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剛才講 比如說像8069嘛 他也創高嘛 對6669微盈 今天稍微拉回 anyway都沒關係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現在 股票的操作 就是跟著文遠老師 折股跟折死 這個問題你就交給我 不用想太多 你看中探針 早上9點16分 恭賀 馬上幹嘛 漲停板 演出啊 馬上漲停板演出啊 新日新漲停板 富士達創新高 對不對 降息問題 我也跟你講了 1月31號 我light送給你的 光盛 飆了65% 所以我們的light要加 light在哪裡 light在這邊 下面 小小鼠 MORI888 記得要加 裡面隨時隨地都會有新的資訊 會有標股 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好不好 波羅威 一張大鑽15塊啊 這樣是不是 聯發科 一張大鑽165塊啊 所以我們才跟你講嘛 勸君莫習 金屢 以勸君 習許 少年時 花開看則 直虛則 莫待 五花 空則之 好吧我們這個專案 已經ending了啦 這個專案我們說話算話 走廊已經關閉啦 但是呢 我覺得你真的真的真的想問啦 問問看 說不定 還有吧我不知道啦 可能應該是沒有啦 Anyway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個活動開放給各位來做一個什麼 參與啦 歡迎跟上 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做操作 讓我來賢助各位 賺大錢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